白白的雪 蓝蓝的天 红红的太阳 还有黑黑泡泡的 踏步进攻 成功需要冒险的精神 还有坚持 更需要一股傻劲去投入 把握机会才有机会致富 我是Kelin 网卖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 榴莲台DurionFM.com 马来西亚有很多公司的员工 你会听得到他在埋怨老板 埋怨主管 埋怨公司 但是他们埋怨了 还在继续做 可能一做一做几年 一做几十年 但还在继续埋怨 这种人就马于说一句 只要你对公司不满 请你走开 马于说一句 这句话 那其实是很合理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对一个公司 对一个工作 已经没有日程 已经有埋怨的心态了 那你肯定就是一个 即使炸弹在公司 虽然对公司帮助不大 这样就请你离开 所以这种 马来西亚有很多 类似这样的一些员工 你觉得为什么会造成 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情况 为什么马来西亚特别多 这种对公司不满的 是不是公司本身 马来西亚公司本身 这个管理人有问题 还是说员工本身的心态有问题 这很难评估 因为你也是走过打工的 这一阶段 你从打工又变成了 自己是老板了 所以管理层了 那你觉得这两个心态 你用你的经验来分析一下 就说我自己吧 别人就很难评估了 就说我自己 我就觉得一个公司我不满 我就直接告诉老板我不满了 就很 你跟老板说不满了 就不满了 你那个时候要辞职了吗 如果是这样 对啊 我就说呃 不好我就过后要辞职了啦 因为我不满了 或者是我对员工会 对上司不满 就是哎 我对你什么什么不满 我什么什么看不好 我就不会在后面 自自点点 嗯 就不哎 这个老板不好 在埋怨 而继续在做 嗯 我不满就是不满 就告诉我 我其实可以这样子改进吗 可以这样子做吗 如果是还做不到 还改不到 那就辞职了 嗯 我是十二月一号辞职的 嗯 就是连多那什么都不拿了 那你去年才刚辞职 没有我在两三年前 打工之前 OKOK 创业之前 所以我直接十二月一号就丢信 所以人家来 你这么傻傻的 你不等到bonus出人才丢信呢 那我就不满就是不满嘛 这样如果我继续做下去 那我就对公司 埋怨 埋怨的话 又继续做 是为了一份薪水 而为了一个bonus 嗯 才继续做 那感觉不好 对你自己感觉不好 感觉不好 你过不了自己那一关 对对 对公司对我自己也不好 OK 那只能说心指责 是谁要 但是此事之前 我当然有跟公司谈过 嗯 那是哎 呃 什么问题啊 什么东西要改进啊 那如果还没达到 或是我想要的一种结果 那就 我不适合那公司 那我就识识了 嗯 嗯 嗯 就是呃 就有个人看法吧 嗯 但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哦 如果马来西亚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也不能说奇怪 我不懂其他世界 其他国家是怎么样 嗯 你去任何一间公司面试的时候 他有一张form给你填的嘛 对对 对对 那form里面可能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呃 为什么你要离开之前一间公司 甚至可能面试人都会问你这个问题 对 当这个问题呢 就会造成那个面试的人有一定的压力 嗯 我应该怎么说 是不是说那间公司的不好 还是说我自己的问题还是怎么样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考验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问题 而且让到很多人是说 不敢随便离开公司 或者离开了也不敢说那间公司的问题 嗯 是 应该是吧 对对 那我们在线上呢 我们在线上呢也是 我们在线上也是有另外一位朋友 跟我们聊一聊 介绍一下 他是郑勋权 是Pongo Interior的创办人 嗯 谢谢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早上好 早上好 你好 能不能就介绍一下 你自己的这个工作啊 我是做室内设计的 室内设计 是 是 呃 室内装修这样子 一员公司吗 还是 还是说 就是说你公司的 这个规模有几个人 有三个人 现在 就包括你就三个人 yeah 是 所以你们肯定都很弹性工作了 对不对 也不用每天见面了 哈哈 对 呃 那那那你们是所谓的 这个弹性工作 就是大家自己在家里做吗 也不一定 他们还是要回到办公室来做工 但是他们上班的时间 由他们自己决定 对 对 哦 他们 呃 他们可以 很像 9点或者10点都可以 都可以来上班 11点都可以 哦 你自己呢 你自己通常是怎么 怎么 啊 规定你的上班时间 通常我自己的话 我会安排早一点 因为 呃 哦 那那你的你的工作 你给自己平均一天工作 多少个小时 平均一天工作 这个我没有计算 哦 哦 有没有超过16个小时 不会啦 哦 不会超过16个小时 哦 看你的工作还挺好做的 哈哈 那那你的同事 就是你另两位同事 或者是可能是连办人吧 我不懂 你是工作也是那么时间是比较少的吗 他们的工作时间是 其实他们工作时间可以很长 哦 只是我安排叫他们就是讲 呃 一天工作八个小时以内 哦 不要超过八个小时 所以意思是 虽然弹性的工作时间 但是你还是有规定他们一天不要工作超过八个小时 对 但是这个规定是好像不是一个硬性的吧 就是他们自己可以弹性处理 对不对 可以可以可以 哦 尽量啦 因为 因为有时工作会比较 工作量会比较多 所以他们需要留下来比较迟一点 所以这两位是你的partner 还是你的full time的员工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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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所以就基本上你们 你刚才说的早上安排时间 然后就是 接下来的 剩下的八个小时 就是他们中午到晚上 他们什么时间工作都可以 只要你不要超过八个小时 呃 是的 刚刚你提到说你自己会比较早就准备一些东西 你有期望说你这两位员工也可以比较早就起来工作吗 肯定希望 因为我暂时看到马来西亚风气没有这样好 他们可以迟就迟 所以人还是有一定的惰性啊 我还是觉得 尤其是马来西亚人是不是 对对 那你要怎么改变他们 其实尽量自己自己以身作者 以身作者 对 他们没看到你啊 怎么以身作者呢 你都不用进公司的吧 是吧 他们会看到我平时会做比较多东西 所以就那一期我或者不好意思 哇老板做那么多 我应该做的比老板更多 老板都做那么多 我做那么多干嘛 他们是什么心态啊 所以属于哪一种心态呢 其实像你的员工 我会给他们很像星期六一个讲座这样子 哦 就是培训啊 坐下来谈 然后谈下工作 工作量的东西 哦 是训话吗 还是 是每个星期六坐下来训话吗 不是训话 也不叫做训话 就是他有他的东西跟我讲 我也是有我的东西跟他们讲 这样子 谈心啊 都能够坦诚的谈吗 可以啊 都可以啊 可以啊 方便知道你今年贵庚吗 今年啊 我二十六 二十六 你的员工呢 你那两位员工 员工是比较年轻 二十三 二十二 差不多年龄了 其实都差不多年龄了 所以大家都还是属于都可以谈的 都同一个年龄阶段的都可以谈了 是不是 啊 对对对 你觉得就是啊 这种比较弹性工作的时间对你们来说 有没有什么好处和缺点 肯定是有好处的 如果如果自己的工作可以早完成 下午的时间就可以很很方便了 要做什么都可以 嗯 这是最大的好处对不对 对 那最大的坏处是什么 最大的坏处就是有时工作 工作跟你安排去做别的事情的时候 嗯 就会做不到你的工作 安排去做其他事情做 但是这个是 你觉得应该是以个人私人的东西为 为安排前提呢 还是以工作的这个东西作为安排前提 其实很难很难很量 对啊 所以我就搞不懂这个东西 对啊 所以今天你的员工如果出现 就是他们要处理事事 不想要处理共事的话 这样你不是有点 为难 我会需要叫他们自己考虑清楚 那件事情是不是很重要 就是重要性啦 就是说 不管是工作还是时事 先看重要性为主 对 对 但你员工也很爱你 但是这个重要性啊 你其实是怎么去看呢 比如说 因为我觉得重要性的东西是很subjective的 我认为这个东西很重要 但是老板就认为工作比较重要 那怎么办 没有他们自己也会也会有一个安排 就是很像今天一定要完成的东西 那个叫做重要的 啊 啊 很像今天可以拖到明天的 就是很像私事可以拖到明天才解决的 就 就没有这样重要 啊 如果可以拖到明天解决 为什么今天要解决呢 就是可以 就是 就是他们自己要安排这些事情啊 啊 所以让他们自己安排 是 就目前还没有遇到 就是还没有遇到 真正这种 可能就是工作跟私人事事 他两个都觉得今天要解决 可是就是只能完成一样的情况 他们如果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他们会尽量两个都解决 嗯 我这样你员工还挺厉害的 那那那是 是不是说 你因为你今天你的公司规模 可以算是比较小型了 那呃 如果说今天 公司规模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大型的 这个规模 可能比较多人啊 比如说五十个一百个人左右 你觉得这种弹性工作还可以运用吗 是还可以的 只是要加一点点的 呃 规则 规则下去 比如说什么样的规则 你觉得是必须的 因为马来西亚就是比较 做工比较慢嘛 哦 所以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要加一点 呃 责任感下去 是所有人的做工比较慢吗 通常通常在华人圈子会说 啊某某某某某这些族群做工比较慢 没有效率 也是会有 也是 华人也是一样的对不对 也是一样 所以不关族群的事情 马来西亚的风俗习惯已经 哈哈 所以所以你看吧 你看吧 就是常常都一些一些华人啊 又说说某某族群啊 做工懒散 其实自己也是一样的 所以就不关族群的事 是人的惰性本身的问题 大家要被通话 是人的本身的惰性问题 没有效率 所以你还是觉得 要有一些规定会比较好 呃 会需要 如果规模大了的话 嗯 因为自己管不了这样多 嗯 然后人又不会管自己 对不对 对 那么你没有办法安排星期六弹性了吗 太多 大规模的这种培训呢 激励课程 哈哈 所以可以可以可以 啊 OK OK 嗯 好 那就非常感谢你的这个分享给我们知道 起码你的工作 你们的这个工作和弹性工作的是一种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啊 嗯 好的 OK 谢谢你 谢谢你 拜拜 再见 嗯 是那说回来就是 我也想问问看 Vince你本身就是 呃 你的工作时间有多少 我刚才还没有问你 你一天平均工作到个小时 嗯 其实我也没算了 是没算 肯定没算 没算的意思就是太多了 哈哈 通常我也没算我工作到个小时 因为真的是有时候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停下来的 呃 OK 是这样的 因为我我家有有小孩 啊 有两个小孩 还很小 就是呃 四岁跟三岁 两岁多三岁 所以还有我太太在怀孕 嗯 所以通常呃 我回到家的时候 都尽量不工作 回到家尽量不工作 对对 就除非有些 你几点回到家 哈哈哈哈 呃 尽量都会保持在晚餐时间吧 就是六七点 还是九回点 七点 七点八点 可是你不是基本上都工作用电脑吗 你不是应该在家里工作吗 还是你从来都不在家工作的 我有在家工作比较少了 只要有网络就可以工作嘛 所以比较少 因为在家 家里没有网络吗 有有有 因为有小孩嘛 就小孩它会 干扰 干扰你 所以他们又会爬来跟你玩玩一下 跟那种东西 然后你自己会去跟他们玩一下 对对对 你自律力不好 哈哈哈哈 自律能力不好 呃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呃 呃 那你员工的工作时间 你大概知道吗 平均每一天工作时间 我大概知道他们睡醒的时间 所以嗯 对就是呃 呃 有些员工比较喜欢辞睡 嗯 或者辞起 嗯 有些员工比较想早睡早起 所以就看他们时间 就比如说刚好 我才跟一个员工开完会 七点多 因为他很早起来 早起来我们就开始谈谈话了 谈一些project的项目了 进展如何了 所以有些他是十一点多才起来 那我早上就不联络他了 所以就是你掌控得了 你的员工的生活规律 对不对 大致上 大致上 那其实不是很忙吗 就是你七点跟他聊 然后十一点继续跟他聊 然后在晚上十点 又再跟另外一个员工了 对啊 其实我用电话蛮高的 因为用电话的那个机率蛮高 因为我们是用手机嘛 Smartphone嘛 所以所有的东西 我都用手机来沟通 比如WhatsApp VChat QQ Sky Email 都是用电话 所以有时候我在外面跑的时候 见顾客的时候也在谈东西了 刚刚我们跟这个 新权谈的东西是说 他认为是这种弹性工作的 他不能完全的自由度 就必定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规则 而且是他也谈到了 就是马来西亚人的这个 像你刚才提到的成熟度 还不够 你有给你的员工一些什么样的规定吗 我也是有给他们培训的 也就是说 但是我是培训 就是比较一对一 一对一 一对一 你三四十个人 你怎么去一对一 OK了就不需要 需要补充的才样 不是时常 那有什么规定吗 就对他们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吗 其实帮 基本上是帮他们 就是 就是 我先叫洗脑 洗脑 或是灌输 灌输一些 概念 概念 或是积极的态度 想法 这些给他们 对不对 但是我意思是 你有规定他们 一些什么特别 你必须这样子做 这样时间 要做什么 或者这样子 应该这样子做 有这些特别规定吗 没有 没有一些 写下来列表的规定吗 但是有一些 没有明文规定 对 没有明文规定 但是有一些 口头上的一些 一些需要做的东西 就每天要做的东西 或是每天要 要报告的东西 所以还是有 daily routine 对不对 对 因为daily routine 就是每天报告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每天 交代的东西 做到什么 或是有些 就让他们 自己去 表现给我看 就有些 就是不需要我讲 你自己去提议吗 你去看到有什么 不好就告诉我 这样子 所以现在 其实总体上来说 你有没有觉得 就是今天 你选择这样的方式 是更好的选择 如果比较起 以前我打工 跟我管理一些 员工的心态 跟现在 其实现在会比较 自由 也更比较有效率 对 但是重点是在于 你选择员工的时候 是不是那个 员工跟你有一样的心态 是不是他都肯跟你一起 拼 拼 这个是重点 在这边 会不会很难呢 因为毕竟 心态不一样 今天公司 是我创办 公司是我的 所以他存亡 我是绝对在乎 但对于员工来说 他是拿薪水的 很多人他看不到一个东西 就是说公司亡 他也跟着是 失去的工作 大家可能没看到那一种 那可能就是刚刚说到 蛮细爱的状态 就是我今天没工作 反正我还是会找到工作 这个大家好像都不担心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让他们 有一种积极的心态 也就是说 呃 公司亡你也亡 嗯 公司上你也上 嗯 就是你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还有可能有股份 嗯 或者是公司发展的时候 你就是呃 前锋 你就是领队 嗯 啊 这些又让他们有一种 呃 以未来而目标而奋斗的一种 心态 对这个东西已经做了几十年了 我我我年龄也不小 但而且我在很多年前 已经听过这样子的东西 嗯 但是我身边有一些人 就是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没有一个真凭实据的 就是说 啊 你说了吧了嘛 那是到时好了 过后就 过去 呃 这样子的东西啊 就觉得说 我怎么 我凭什么相信你 因为这个没有白纸黑字 写明说 好 如果公司今天呃 赚了多少钱 公司发展成什么规模 我就会给你这个 这个没有明文规定 只是口头上在说 所以员工凭什么相信呢 对呃 我我也遇到很多这样的老板 也就是说 说说说了就算了 就水水王 对 很多很多 所以基本上刚好所说呢 三个条件很重要 比如说 积极 然后肯学跟呃 信任 嗯 所以那信任也是在很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嗯 也就是说他对这个公司 如何发展 呃 如何起步 如何未来这个信任 就彼此两个人的信任 嗯 那那个默契是很重要的 嗯 有时候除了他工作的事情之外 他们事事我也帮他们处理 嗯 对对 帮他们搬家啊 帮他们拿东西啊 所以其实当成一个朋友了 也不算是员工那种概念 对对对对 就是一家人啊 其实就每个企业都希望达到一个终极目标 就是让大家有家的感觉 对对吧 有些他们因为他们住比较远 或者家不方便 我就直接 租了一个宿舍 嗯 给他们 嗯 还帮他们准备了床啊 还特地买床给他们了 帮他们安床啊 啊 就放他们送风扇啊 都呃 就是到一个呃 信任的一个阶段 就是我为你而做 你为我而做 是 就是 就是呃 什么 那个那个 那句话怎么说了 I give you 是什么 我忘了那句话 就是之前不是 就是在 之前大选的时候 You help me I help you 啊 You help me I help you 是这样子的概念嘛 对对对 但是你要help他们先 啊 I help you you help me啦 是这样子的意思啦 啊对对对 你要先help他们 很多人就期待 给了别人help的时候 You help me first I help you back 嗯 这是错的 其实你应该 You help them first 嗯 Give again嘛 就是 你先给得过 他们才会为你而拼搏 就是give and back Give and then only take 这样子一语 这样子一语 所以刹萱姐对员工这个要求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其实我突然一个好奇问题 就是你公司应该有两三三四年了吧 就是你觉得 就你大概大概吧 就你这个员工换了多少 就有多少是你排除的 有多少是你觉得 呃 是可以跟你一起拼的 排除的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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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淘汰了 但是留着了就可以做很久了 有些就已经做了蛮久了 都几年了 从你创业到现在了 对对对 排除的就是说 他试一两个月不可以就出了 哦 对对 所以有些是半个月我就要出了 所以现在留下来都是你眼中的精英了 可以这么说 对对可以这样子 都都有有心肯学 嗯 有些是他们的技术还没到一定的程度 但是呃 他们有心肯学 但学学也是很重要嘛 所以他们有心肯学 然后他们也也很想去自己做一些东西 嗯 那就他们会留下来 虽然他们还没达到达到个目标 嗯 所以这些都是很重点的 这如果是了半个月 或是一两个星期 哎 不对路就请你走吧 我想问问一下你一个看法 就是说 呃 你在打工时期 你拿薪水的时候 你觉得你拿这份薪水 你需要交换的是什么 就是公司给钱你 你要给公司的东西是什么 哦 是这样的 呃 我那时候也是 因为我也是有给 啊 拉曼大学一些讲座 因为我是他们的系列嘛 嗯 对 我也是跟他们的一些学生说 打工的心态 呃 打工的心态 当你是 打工你是员工的时候 拿薪水的时候 你就不要把自己当成是员工 嗯 这个是重点 呃 因为呃 意向来就是 应该讲后期啦 后期我打工的心态比较 像老板 也就是说 我我这个公司我有份的 嗯 所以我要跟他去聘 嗯 所以我打工的时候 其实我工作时间 时间蛮长的 嗯 蛮长的 所以我就会去 捧拼 就说 哎 这个公司不能 不能死吗 不能 不能亡吗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 弄上来 或是我应该怎样 积极把它做得更好 嗯 所以以一个呃 老板的 的心态去去做 那份打工的薪水 是 那你就有那个日程 那你就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嗯 而不是呃 过日子 是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所以如果简单的来说 你觉得 今天公司给你薪水 嗯 你要回馈公司的是什么 可能用一些 就简单的词语 是什么东西呢 公司给薪水 你要回馈公司什么 它是一个交换吧 对对 就成绩比老板呃 或者是亏定的成绩更高 就是比老板的 期待的 期待的一个成绩更高 对 这是你觉得 拿这份薪水 应该要回馈公司 是这个 对对对 这是你是一个老板的心态来看吧 对对 对呃 以呃 以员工的心态 以员工的心态 应该要这样 对对对 而不是说 今天公司给薪水 是买我的时间 就买我八个小时 我八个小时交完就算了 不是这种心态吧 啊 不是这种心态 也不是说买我买我的这个 买我的成品 我成品交了我就算 我也不理怎么样 或者是有些是说 你给我这么多钱 我就做这么多东西 你给我更多钱 我才做更多东西给你 那这就是一般员工的心态 那作为一个老板的心态 今天我把薪水出了出去 你希望从员工身上得到什么 作为一个交换 就因为 因为这是一个交易 我始终认为工作是一个交易来的 对不对 这个交易 我不敢希望每一个员工都能够明白 说像刚才我们说的 啊 你要跟公司一起拼安才有成长 我不期望到那个程度 我就把它看成简单是一个交易 那如果是一个交易的话 今天我给出了一笔钱 我希望 我希望从员工身上买到什么东西回来 你 照你的看法 OK 我的说法 我也是跟他们说的很清楚 你说每个员工进来 说我要让公司让他们来打利 这个是我未来给他们的一个目标 就说这公司 我将不会是CEO 我也会退位 这公司就让你来打利 这个是呃 他们每个人的目标 啊 所以只要你有本事 你都会上位 我不会留给我的儿子 也不会留给我家人 就让你去上位吧 如果他有本事 为什么他不自己出去创业 还要等你这边上位呢 就现在没有本事嘛 都慢慢训练到他有本事嘛 他有本事了后 他出去创业 不如在我这边创业更好 对 就出去创业跟我打对台 不如在我这边给他 给他上位更好 啊 对 所以创业就变成多了一个对手 就是你这个县城还是对手嘛 他跳出去 他就多了一个对手 对啊 自己来 他就少了一个对手 因为自己本身 对 我就退位了 你就上位了 啊 所以他们都有这个目标 所以说 诶 这老板不会永远的做老板 他们都有本身 可以做到老板 而且他们现在打好的基础 他们以后出去创业 也不一定辛苦嘛 辛苦还要 创业还重新来过 现在基础已经打好了 直接上位就是老板了 嗯 那不是更好 嗯 所以所以你有什么要 要 呃 可能可以补充一下对于现实的一些打工组 啊 他们的心态上 或者对于弹性工作这个东西 你有什么要补充呢 弹性的工作时段 嗯 OK 呃 就借用马云的一句话嘛 他说 如果你对公司不满 那就 说信不要做 就干脆离开 干脆离开 嗯 就不要再去说不满 不要成为公司的寄生虫 对 这样 不要为打工而 为钱而过日子 为打工而过日子 就 就干脆离开 为你好 也为公司好 对对对 是 I help you help me 也是 拜托你请离开 对对对 不要拖累公司 所以如果他对那个工作 是很有日情 日情的 他也很 很积极学习的那些 那他们做弹性工作 基本上是 不会对公司有害 而且对公司有利 因为他们很肯去做 所以这个就是 给一般打工的 心态的一些 好好的建议吧 那其实在今天 我们跟两位嘉宾谈了过后呢 就可以总结到一个东西了 就是说弹性工作 它并不是一个噩梦 它是一个 可以实现的一个目标 只是说 你本身的自立性要够 而且呢 你也要 懂得 就是成熟 像刚刚 我们这个嘉宾所提到的 要有这个 什么呢 就是 刚刚说三样东西 对对 信任 信任 积极 和好学 这个态度 如果你学小的三样呢 算了 你还是乖乖的 做回你的 朝九晚五的工作吧 因为 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只想做 朝九晚五 我只想说 你可能很难 让自己提升 因为打工王帝的位置 没有几个 对不对 所以你只有提升自己的话 那你才能跳出 这个框框 进入到这个 弹性工作时段 但如果弹性工作 能够做得好 我相信你本身 就是一名精英了 嗯 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继续 跟大家添麻星空 好 谢谢你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